投資獎 今天台股來到23000 得付失啦 但是你的標題太嗆了吧 聽說你又在砸2000萬美美債啊 怕賠錢真的不要看我們節目 不過很想知道 週三結算前台股會來到24000嗎 欸對沒有錯 投資朋友 我砸2000萬美債ETF 買00687B 這個都可以查 我教你怎麼查 可是重點是拜託 又愛看又愛抱怨的 拜託不要看我的節目了 因為整整每次都逆轉勝 你不相信你 請轉台 轉完台以後 我就不能告訴你這些獨家的秘密了 為什麼我們這麼有信心 拜託你們不要看這些秘密呢 還有我要告訴你 結算前台灣股市的壓力在哪邊 看起來23000有壓力 其實不是喔 可能是23400點 就是說台灣股市好一展400點 還有什麼意義呢 獨家的標股 獨家的磐式介紹 通通在今天榮耀華爾街 你一定要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 請務必認明 波子龍分析師的官方帳號 Facebook臉書 只要看到贊助標示貼文 請立刻提高警覺 因為這100%是臉書詐騙 加入LINE後 先確認是否有 銀色盾牌標章 還要點選大頭貼 只有粉絲人數超過18萬 才是真正的 郭子龍分析師LINE的官方帳號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10月14號 台股上漲73點 收在22975點 銀行股財報激勵 美股收漲 稻蟲以及標普雙創歷史新高 台股今天開盤是受到 中國軍演的影響 一度下跌超過百點 不過在台積電的利手千元之下 指數攻到了23000後 漲幅收斂 載版三雄當中的 欣欣南電錦碩同步走陽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全國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YouTube 粉絲人數最多 央兩座常常爆滿 全台灣創銷書排名第一名 也是空手道大師 在這一波風疊4700點 空手全身而退 又在本波段的最低點 大力進場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標題好爽動喔 直接嗆嗆了 我今天砸2000萬買美債 又在砸了 已經買了1億了 又在砸了 老天爺要送錢給我花 我就買啊 我就花啊 我就賺啊 可是投資朋友 拜託一下 同樣我一句話 如果美債 你怕賠的 你不要看我節目 真的不要看我節目 這時候沒必要做成這樣子 做到流汗 然後被他嫌到那個 你覺得台語我不要說了 沒關係啊 好 沒關係 反正喔 不要這樣 哲哲明明說老實話 就美債而已 明明就是無私的貢獻 真的不要抱怨了 我告訴你為什麼美債會噴出去 你要找我 因為我每一次買美債喔 每一次都被人家嚇我 被人家罵 還要買ETF 每一次都被人家嚇我 每一次都被人家罵 除了上次買在19,662點那次 奇蹟式的操作 其他人說 哲哲你太早出了 莫名其妙 怎麼會早出的 我就說你怎麼不知道 我說我好一筆錢是可以放殘的 只是我沒必要秀給你看 只是我要給你抓 抓這個轉折 讓你知道 股市在市 你通通可以照著我的操作 可以賺到錢 好不好 這個債券老天爺送錢給你花 那麼低 讓你逢低加碼了 你還抱怨 真的不適合股市 真的你記得我這句話好不好 等一下我告訴你為什麼好不好 值得而且 又再攢2000萬台幣買了 好不好 不休對樣當 可是你可以去查9A 9J 今天有人買大概600多張吧 600多張買那個640幾張 等一下給你看一下 00687B 00687B 你等一下自己可以查一下好不好 那個上櫃櫃買中心 都可以查到00687B券商的進出 一切一切我預告前面 是的 還有投資長也說了 台股不要漲太快 要慢慢的漲 現在就是上有壓下有撐 23000不會馬上就站穩了 果然今天供到了23000之後 就開始震彈了 而且收盤還沒有站上23000 現在就是跟著投資長的口令做就對了 我們逢高就是做空 逢低就是做多 我們的期貨會員 就是跟著這個口號 我們在一週之內就賺了750點 這樣累積起來 韓今天已經連6勝了 6連勝了 還有我們的演講標股 像是光盛已經連3漲了 也是攻上了漲平板 上全監上漲快要3% 還有我們的雙紅是債創波段新高 我們已經獲利超過46%了 還有廣達是創下近期新高 我們最高獲利是來到了19% 也是快要突破300元了 但還是想問一下投資長 因為今天中國軍演 那這個中國軍演 會影響台股接下來的漲勢嗎 會會會 不好意思 會會會會 這只有強迫症 那個你先頭髮梳一下好不好 你看那個 很像小丑你知道嗎 要花一條線 怎麼掉下來啦 對啊 幹嘛太長了 會不會影響 我說會啊 會影響的更好 股市更好 因為上次就漲上去了 等下中國軍演 兩次中國軍演 然後造成台灣股市的影響 反而是正面發展 當然不是說越經典股市越展給他看啦 而是景氣明年才是重點好不好 因為在GP200 明年啦 像華爾街在討論 明年銷售一空了 有 台肌店不會太差 明年已經銷售一空了 雖然看了是2026年了 會不會太誇張 會 可是有時候 你記不記得AVV的載板 以前你說缺貨三年 後來 後來變不缺貨了 慘了股價跌下去了 這是大力多 也可能是大力空的開始 你一定要聽我味道來 好啦我們先講大盤 我們大盤稍微講一下 講美債好不好 大盤現在 今天台子期現在跌差不多24點 還沒開盤 我今天台子期 我今天又賺錢走了 你剛才說五天650點嗎 還是750點 忘記了 750點 那今天又再加10點 10點不多啦 因為今天空2萬3 可是你看大盤的確2萬3沒有上去 對不對 沒站上去 沒站上去 可是2萬3就選擇權而言的話 現在不是壓力 來記起來 不是壓力 只是期貨分析師 也是股票分析師 對 我拜託你們一件事情好不好 就是說 你們不要 相信那種沒有牌的網紅好不好 然後也沒擦到什麼選股比賽網紅 你們相信我真的沒辦法 那你們被騙 這樣剛好而已 好不好 你們怎麼會相信一個股市 在股市裡面沒有幾年的時間 然後就成為股神了 小姐這有時機嘛 小姐都告訴大家 實際的新聞都報導我 比如說每一次買台灣50買美債 都有啊 像這次又被人家笑 我根本不在乎 我只覺得有些點好像莫名其妙 我都說得很簡單 請你拜託照著我每次加碼去進場 等我到時候我除掉的時候 你跟我一起操作 等我到時候除掉的時候 你再罵我 都不維持 我可以跟你道歉100天都沒問題 不收會員啦 就可以每天跟你道歉沒關係啊 可是問題是 現在有什麼好緊張的 債券這種好緊張的 欸投資朋友 這樣跌6%多 你覺得很誇張 欸投資朋友 你看看他00867B 這樣好像跌很慘對不對 哇天的天崩地裂是不是 好像很慘對不對 這樣6%多啦 這樣很慘嗎 不會 你股票是不是有沒有看過 啊我那我叫你一些 像你啊 前日子有人沒有買啊 00887啦 買這個比較好嗎 這個好恐怖 欸這個我們算跌70%吧 是不是那天大漲的時候 我說不要吹 對 今天破歷史低價啦 欸大陸股市都沒有 大陸股市還在漲 他就可以破歷史低價啦 嗯 歷史最低的今天有沒有看到 有 你看這個是 這個有個綠色代表是歷史最低價 對 今天一天跌多少 一天跌多少 跌50%啦 欸 跌50%欸 嗯 好誇張 真的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 一天跌50% 從高到低 你知道嗎 連那個單衝高手 巨人節 身價好幾億的 以上的 哇在那邊說 哇有夢基金亂搞 有夢基金亂搞 一定應該是有亂搞啦 這次他們被處罰 處罰大了 對 作業來不及啊 這個我就不想講了 你也不需要學那些 嗯 你不需要 因為學到了也沒有意義啊 本來就不該買啊投資廟 對 那人家有錢人家賠得起 問題是投資廟你有錢嗎 沒有 你有這麼多錢嗎 欸美債6%就受不了 投資廟38跌到8塊錢欸 變多少 欸 四個假日賠80%欸 太多了 100萬變20萬欸 重點是他不會再上去38塊了 嗯 這輩子應該不會了 嗯 我的美債是會再上去的啊 投資廟 喂 你搞不清楚 然後就有人在討論 你知道討論什麼事情嗎 嗯 我看網友最好笑 他討論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這些人都不適合去股市 拜託退出股市 我是認真跟你講的 很多人在討論說 美國會不會倒債 美國債券會不會倒債 然後講什麼 哇中南美國家 哇俄羅斯以前倒債 那跟美國有什麼關係 對啊 你在討論美國倒債 你知道2008年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誇張 我們來看一下2008年那時候 那技術現行 你知道那時候 台灣50 台積電 台積電到多少錢嗎 30塊 2008年 那時候36塊 你沒有錯 34塊 34塊台積電看到 現在1000塊 34塊再一次要借錢買 要 要不要借錢買台積電 要 天天天地板 每個人 你知道那時候我去看到 非凡東森 那些有些分析師啊 我們過去是我們要去找誰 可能是節目叫他們做的 哇 瞬間每個人在討論現金流量表 我看得快笑 不自己笑 你知道為什麼討論現金流量表嗎 為什麼 他們不管了 已經覺得公司會虧錢就算了 現金流量要嘎不過去啊 很多公司會倒這邊現金流量嘎不過去啊 哪有來看現金流量表的 笑死人 看現金流量表 不是很好笑 嗯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很好笑 很好笑 你會討論台積電會不會倒閉 那現在不是更多人更好笑 在討論美債會倒閉 美國會倒嗎 美國會倒嗎 你覺得會嗎 不會 有可能嗎 零 教科書說的 就是零 哇還有網友說LTCM LTCM是過大槓桿 你美債你不要槓桿就好了 嗯 你倒不進狀況 諾貝爾 諾貝爾 諾貝爾經濟學家又怎麼樣 你過大槓桿都是一樣啊 嗯 我有什麼時候叫你過大槓桿 沒 我就要美債有一天出一個專題 我說你可以用槓桿 我都是用最簡單 理財型房貸桿 而且我沒有到很建議 因為我不知道每個人的資產 是的 有說 你用現金你怕什麼 嗯 拜託老天爺要送錢給你花 你就開心花啊 我到時候輕輕鬆賺個120%啦 嗯 我到時候我一定賺1500元才走 我到時候笑那些人 吊那些人 反正那些人也都從股市畢業了 對我信心好不好 好 美債對我來說是送分體 送分體這種送分體啊 嗯 我管你是送命體還是送贊體 我對我來說就是送錢給我 嗯 我根本不在乎 拜託那些亂批評我的人 拜託你退出股市好不好 哲哲不差那些錢 你也不要參加 這輩子不要參加我會員 我拜託 我有股氣 嗯 我如果我跟你講我是故意害你 沒有關係 我給你道歉 嗯 道歉你整年都沒關係 哲哲 你看我沒在買多少 我早就可以退休了 對 我希望是告訴你 你也不要覺得我很嗆 我是真的說 如果你跌6%你都收不了人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幹嘛去買股票 嗯 嗯 00887B 瞬間一大堆 更慘 是不是 更慘是不是 對啊 哎 五個交易日多少 跌多少 今天到8塊 嗯 是不是本來38嗎 跌80% 80%了 哎 掉70% 跌70%這麼多 80%這麼多啊 75%有跌了75% 哎 三天 五天跌了75% 五天而已 四天而已啊 100萬剩35萬 不要怕好不好 既然知道美債不會倒 那當然逢低加碼 怕什麼 嗯 台積電倒了 美債都不會倒 這樣懂嗎 懂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啊 既然如果川普單選的話 你要注意台積電的風險 我還是覺得1000元上台積電 你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健好就收 我真的很平常心 我告訴你這些東西 好不好 我今天你自己去查 搜尋一下 櫃買中心 然後空格 券商買賣日報表 4點後 就可以查了 9A 9J 大概有640幾張 我看一下 我今天有這邊握圈起來 一個是 來 1點13分 那時候買499 因為最多只能買499張 知道 這我買的好不好 我就不需要對戰單囉 好 好不好 好 因為我不是要給你做生意 好 1點144分又買147張 有沒有看到 有 這100張不是我買的 140 得出了 499加147 499加147 646張 646 那這都9A 9J 嗯 我不可能還知道 哪一家券商 然後 哇 今天買600多張嗎 一定是我嚇的我還知道嗎 嗯 沒錯吧 去搜尋一下櫃買中心 在券商買賣日報表 搜尋00687B 好 OK嗎 嗯 好不好 好不好 說到這個剛才00887 溢價我那時候說好像200% 我說買的他傻瓜 對 還是有人買 然後00887B 還是有人買 你不覺得很笨嗎 那今天有什麼跌 我猜今天是什麼 可能那時候有人 因為你溢價嘛 嗯 我300萬 100萬東西你賣到300萬 我100萬去初級市場去申購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價差 嗯 我100萬變300萬嗎 我三萬把它賣下來 嗯 你聽懂嗎 你聽懂我會說什麼嗎 做價差 哦 傻了才去追啦 你就被大戶給 現在不只大戶拗你啦 連永豐是不是可能都拗你啊 這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喔 你為什麼要買一家那麼多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有沒有說00679B 因為同樣是美債 為什麼 為什麼不買元大美債 你的溢價比00687多 那時候我有遇到那個 元大投信的總經理啊 他們說他們其實內部人 很多人都會看我節目 他們說為什麼不買元大的美債 我說沒有你溢價就那麼高啊 溢價低我才能買啊 嗯 我幹嘛 欸我買15 差1%差100萬欸 對對對 我是白漆啊 不是 那我應該買00887啊 呵呵呵 有押韻喔 有喔 是不是 叫你不要買了 嗯 這看起來傻瓜嗎 是誰傻 是看不看不懂我的人是傻 我已經幾次美債反敗為勝了 都是那些小白啊 因為那一次19662點 最低點我進產了 才認識我啦 你知道嗎 那時候點率特別高 然後沒幾天美債跌了 受不了了 退出股市 我就是很屌 我就是很客氣 也很帥氣的 拜託你退出股市 但是我那邊抱怨的是少數 可是我已經聽煩了 對啊沒有賣掉 你在怕什麼 好不好 嗯 我跟你講 我送你這個名言啦 現在很多分析師都用我這句名言啦 嗯 那柯斯多尼說的話 德國股神 小麥你幫我唸一下 好 小麥疊時沒有買小麥的人 小麥漲時也不會有小麥 沒錯 小麥疊時沒有買小麥的人 小麥漲時也不會有小麥 這句話什麼意思 疊跟漲都沒有買 是沒有錯 你大聲講疊跟漲怎麼樣 都沒買 都不關你的事 是啊 你疊的時候你沒有買小麥 你這樣疊就下跌了 美代漲跟你什麼關係 沒關係啊 疊的時候你沒有加碼 漲的時候你也不會多賺一些錢啦 是不是還粗掉咧 怎麼那麼看得多 我拜託你再看一下歷史故事好不好 歷史歷史 2022年有沒有看到 我0050賺1000萬對不對 是不是 2023年對 去年是而已喔 時間過很快 時間過很快去年是喔 我0050賺1000萬 公商時報報道這能造假嗎 不能 造假下來一群工好不好 公商時報報道 我責安基金怎麼樣 賺了1000萬 這不算基金啦 是我自己的 自己的錢 那一開始怎麼樣 還賠呢 我一度賠500萬的錢的時候怎麼樣 拜託大家買 看著我的寫前進 也沒有人理我 結果笑到最後 結果笑到最後有沒有知道 最後賺1151萬 本來賠500萬 來畫面給我看一下我現在賠多少錢 我現在賠450幾萬 可是我現在買比較多 我現在買比較多 因為我買1多 就percent而已才3%而已 好少 因為我買太多了 所以我到時候隨隨便便可能就賺2000萬了 反正我至少1500萬我已經才出掉好不好 我跟你講至少1500萬 這個目標價只有 這個目標金額賺的金額只有提高 沒有減少 因為我現在已經幾張了 我現在已經4000多張了 到時候4000多張了 都在9&9直接出掉 這沒辦法造假吧 不能造假 這怎麼造假啊 沒辦法 是不是 我偷賣的話我哪有庫存啊 所以不會造假的 你算一下我成本 我用成本大概31-32塊多 因為要把今天成本算進去又降低了 大概32塊左右 到時候你會看到 欸我那時候新聞有講吧 我是先被人家笑的喔 對 先賠500萬囉 現在也是賠快500萬囉 到時候賠1000多萬囉 拜託你踏著我學的錢進好不好 可以不要那麼多廢話嗎 相信我嘛 已經一次了 還有兩次有沒有看到 來 我還是要講一件事拜託 美債跟現金比跟定存比 好 除非你是很保守的人 你就不想買股票 或者你想做一定的比例 一些債市一些股市 那你可以丟債市 長期而言他就是輸股市 除非大衰退期間 你聽懂嗎 懂 所以你也可以不分在股票嘛 就像我你看 我還是給一些資金在台灣物資 一樣啊 你聽懂嗎 只是我要告訴你用在事如何 改變的思維賺大錢為 聽懂我在說什麼 好 這是0050 那時候被人家笑 後來賺1000萬的新聞 對 我那時候去年有沒有看到 10月的時候 買00687B有沒有看到 有 10月25號有沒有看到 有 買47萬買00687B 後來我26號有在加碼 對 網友說他買太早對不對 對 那你看 10月25號剛有看到新聞對不對 有有有 有齁 沒有造假齁 沒有 喔幸好 沒有那個對戰單沒有給他看到吧 純意表 喔沒有齁 因為我尊重相關主管機關 所以我就不秀對戰單的 反正有沒有買都很實在 嗯 來00687B 來你看現在是不是很低 30塊嘛 099嘛對不對 對 我們再拉一下喔 有沒有看到 有 最低點多少 10月23號27.68 25號新聞 所以我應該是23號24號買 沒錯吧 沒錯 我們買最低點啦 嗯 27.68 放到現在呢 30.99呢 欸 賺一次賺啊 賺10%啦 欸我還有兩次鼓勵欸 有 好像都 好像從去年到現在已經幾次了 10月到現在 至少有5%啊 都4%有啦 有有有 是不是 好 我就不管 我們就是用還原儲存息 來算一下 所以那時候最低是 變成26.45嘛對不對 我那最低點那一天我買嘛 有沒有印象 有 好我們就用26.5好了 然後現在30.99 還原儲存息嘛 好 30.99除以26.45 來看一下 最低點到現在17.8欸 喂 我跟你講 你們都忘記了 我未來還賺1500萬走掉欸 嗯 我現在賠500萬怎麼樣 嗯 請你告訴我 是不能賠啊 可以賠 你們去找詐騙集團好不好 不要找我 因為做詐騙集團不會賠錢 嗯 好不好 好 然後我罵了10分鐘莫名其妙 欸啊 這很生氣 嗯 我都不懂欸 所以說為什麼股市中有些人會成為 為什麼會成為輸家成為路手 你們太緊張了 真的我是說真的好不好 平纏心好不好 平纏心 好不好 平纏心 不要緊張 好 不是說不要緊張就一定會賺錢 可是你很容易緊張 是一定會賠大錢的 是在股市中絕對賺不了錢的 賺的也是運氣好 一下子會突出來 第的我一句話嗎 不是說像我這樣不要緊張 你就一定可以賺錢 可是你過度緊張 你在股市中是賺不了錢的 好不好 夠免資 好不好 所以美債這樣夠清楚了沒 很清楚 很清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買美債在二十五千八百萬 不錯喔 可是你幹嘛買美債在五千八百萬 你覺得那時候溢加1% 所以比較少好像0.3而已啦 你看你 你官司 你官司那個溢加1%就可以賠58萬了 姊姊加碼回生鏡的 加油齁 那個亞瑟書好不好 官吏期就cover配備錢了好不好 姊姊向詹信哲了謝謝 他不會怎麼提早出 這怎麼提早出你告訴我 都會啊 我幹嘛提早出 提早出我還得買回來 不然到時候有幾千張 4000多張是不是 我秀不出來 庫存我怎麼 我怎麼伸出來賣掉給你啊 對 邏輯想好不好 我發不得秀這張張給你看啦 因為這樣子才有震撼感 從賠500萬 到時候賺2000萬 可是 政惡不關我的事 我講清楚了 沒有沒有 好不好 4000多張出新時要被蛇蛇賣瘋 對嘛是不是 對 股市 沒賣都不算賠 沒有股票有時候不一定 股票有時候不一定好不好 可是在市你不用擔心 好不好一貼不不用擔心 蛇蛇絕招就是先讓人家笑 最後蛇蛇笑 然後這次跟蛇蛇 好多次你們懂不懂 對啊 好不好 蛇神竟然怎麼看好不好 心向能追 這心向不是我的股票 好不好 很多進去第一天入股的 現在都被割酒拆 80% 你這輩子不用撞回來了啦 80% 80%怎麼撞回來 是不是 來 來我們先跟大家講 來 所以賈美在演講夠清楚囉 很清楚 一家看起來要噴了啦 很多股票其實都基優股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演講股票一堆在叮我 那些罵我官聖的 你要不要還我清白 不要喔 官聖也拉 等於每一檔股票都賺錢了啦 有有拉 之前最爛就官聖嘛 善權賺50%啦 是 演講送的標股每一檔啦 嗯 怎麼樣 就像大噴特噴啦 嗯 都賺錢了啦 是不是 是的 官聖幫我記一下 642 好 幾塊 真的耶 你演講的每一檔股票都賺錢了耶 都有讓你賺出產點喔 你看喔 白23號喔 是不是 是的 23號演講嘛對不對 對 放到現在賺錢了沒錯吧 沒錯 沒錯吧 沒錯沒錯 你看演講送的標股喔 智勝 是不是賺錢 是 在這邊啦 有這裡 這條線我給他畫粗一點了 我畫五倍粗 等我一下喔 這個嗎 這個 有沒有 這條線有沒有看到 有 是這根 有 那這根 現在有沒有比這根高 沒有 現在有沒有比這根高喔 現在有 當然有啊 嗯 認真 我說你說這一根 現在有沒有比這一根 高 有沒有 價格比較高嘛 代表買了一定賺嘛 沒錯吧 沒錯沒錯 所以關聖自身買都一定賺喔對不對 是的 好 2402一家 怎麼樣 現在也有喔 44塊現在44塊4喔 有 高 是不是 是的 現在44 那時候44塊有沒有看到 823號喔 對 關聖自身一家 嗯 欸 到了 前一個月你每天罵我 那那些罵我是不是要道歉 一堆人亂留言不是嗎 對 看不順有就把他封鎖啦 你自己要賣的啊 嗯 我有故意嗨你嗎 沒有 我跟你講啦我告訴你那 美債我比他信心比這些股票信心我多1000倍啊 不然我怎麼砸自己的錢 對啊 是不是 當然我也可以買股票 你是法規不能規定啊 法規規定我不能買 是不是而且我不要讓你覺得我什麼利益輸送我什麼東西 我就盡量不要做這種東西 或者說要拱我自己股票叫會員我先買或者我後買啊 叫會員拱啊 不是做這種事 像美債那是幾千億的幾兆的市場 我拱不上去嘛 是不是 那至少代表我清白嘛 我就會買這種 懂嗎 懂了 喔來看一下一家 官聖自身一家嘛沒有錯吧 還有什麼 還有上全 上全啊 上全50%啦 這邊沒錯 對 演講送的標股每一檔賺錢 是的 你去找一個老師啦 四檔股票演講送你啦 一個月後通通賺錢的 找不到嗎 在這裡 而且還先賠喔 後來賺喔 先被你們笑喔 不跟現在美債一樣嗎 不跟之前台灣50%一樣嗎 不就跟之前我賺的1500萬的美債一樣嗎 先被人家笑啊 對 都一樣 一樣 拜託 乾認識我的趕快退出股市 不要看我頻道 拜託 不適合你 我們這邊比較 比較高階的 好不好 你要適合 你適合詐騙集團的 每天賺錢的 拜託不要找我 好 我是認真跟你講的 來 美債買了4000多元 在美債也是主力 美債絕對不是主力 那幾百兆市場 OK吧 對啊 幾兆以上的市場 好不好 可以談個股 也在談啊 好不好 專案結算我們什麼利多 現在利多是因為 S&P500 突破新高 所以台灣股市 其實壓 23000壓得很辛苦 懂嗎 哦 你懂嗎 就這利多而已 好不好 已經壓很兇 23000一站穩了 那就23400了 因為選擇權 我教你起誤 選擇權最多口數的是 10000口 這個很悲哀啦 台灣的選擇權市場 被那些 網紅啊 害死了 以前網紅叫你做賣方 3C啦 你知道嗎 然後有一次好像 動久 是多少 0217的一個選擇權 採案啦 然後有些人怪券三啦 能怪什麼券三 對啊 你怎麼辦 你選擇權 酸賣啦 然後 選擇權也暫停啊 買權也暫停 賣權也暫停啊 這不太可能嘛 對不對 然後一氣直接破場 就是被那些網紅害死了 你居然不相信 無牌的網紅 我笑死了 邏輯對一點好不好 我們這種被金融會監督的 我都不敢說我們每一次都對啦 被你罵成那樣子 你們相信那種沒牌的 是不是 弄選擇權就是一次 所以你現在不用考慮 個股跟 台灣50的什麼差別 台灣50絕對是比較好一點的 風險來講的話 比較區避風險 區避風險更好的是美債 就看你嘛 那買台積電的 就目前來看買台積電的 漲幅一定升過台灣50啊 又升過美債啊 可是風險越高 報酬越高風險越高嘛 你聽得懂嗎 懂 這不是很簡單的邏輯 所以你不用去跟我討論說 那個現在 因為有些網紅 有跟你講 台積電會大於台灣50 這是廢話也是實話 可是出事的時候呢 不好意思他已經賺飽飽了 我講實話 我們要攻擊誰 我們講的都事實 我們講的都事實 整個我講的 我就講事實 可能有些網紅聽得不舒服 以後變得不是朋友 我不在乎 因為我講就實在話 或者不想來摩摩 我也不在乎 我們摩摩已經夠強大了 我們今年營收可能是去年營收 去年已經突破新高了 是 今年營收可能去年營收兩倍 兩倍啦 兩倍 嚇到大家喔 一家公司可以營收兩倍 很多說摩摩要散事櫃 摩摩是頭部界的台積電 大力觀比較像喔 台積電話沒要開玩笑啦 真的太臭屁了 好啦 這扯遠了 我來看喔 為什麼那些網紅害死大家 因為以前喔 我看的人 不勝唏噓啊 以前我是選擇新增加 以前喔這結算錢對不對 這邊至少加起來10萬口 你看現在幾萬口 差不多才不到3萬口啊 隨便看一下吧 大概28000 29000而已啊 沒錯吧 未平常數量才28000 以前10萬口 被那些網紅萎縮掉 因為一堆人請家淡產 因為他們叫你做賣方 最傻是做賣方 絕對不要聽那個人講賣方 絕對不能做賣賣權 絕對不行 買賣權 你不做賣方 買賣權我買賣權 你把它當作大樂透賠公關的沒關係 大樂透你不會丟一億嗎 不會 你有沒有意思吧 所以你可能丟個幾百塊 幾千塊幾萬塊 你賠得起的錢 當作主播就好 好現在 到23400才1萬口 所以真正的壓力 買權這邊 那為什麼買權是壓力 因為這都是賞戶的口數 因為做賣方的 除了外 除了比較傻的賞戶以外 大部分是主力 中職戶外資 造勢者 這些三大法的 聽懂嗎 所以 賞戶是做買方 買賣權就看多嘛 可是23400買賣權 賞戶最多最看好的是在這邊 最多人在這邊看23400 可是通常賞戶不會賺到錢 所以這個最大未平倉數量 會是個 壓力 記起來 這段聽不懂沒關係 YT可以怎麼樣 可以重播 你可以重複聽幾次 好不好 所以 最大未平倉 這邊 這邊最多口在哪邊 最大未平倉在 1萬口這邊 對 買賣權這邊 買權的未平倉 是壓力 知道嗎 OK 所以如果突破 所以23000 就選擇錢23000不是壓力 23400才是壓力 所以一突破23000 要趕快停損 這是反向 反向做多 喔好 所以我選擇權我現在也是怎麼樣 富貴險中求 今天賺個十幾點 10來點 10點我就走了 好不好 所以已經六連勝了 你剛才說到五天多少 750 是750 所以我等於已經賺了 760點了 也不錯吧 沒錯 來看一下 加10點 你看喔每天都賺錢喔 空這邊 上三禮拜五 空這邊 回補這邊 200點 有沒有 上三禮拜五 上禮拜一 又賺200點 400點了 有沒有 又賺200點 那個 又賺150點 變 400加150 500了 對的 然後禮拜三呢 又賺110點 賺660點了 對不對 禮拜四休市嘛 禮拜五再賺90點 750點 750 今天 23000點空 這邊空有沒有看到 本來差點要回補了 有沒有看到 有 結果這邊回補 賺個10點回補 有沒有看到 有 又少賺10點了 已經六連勝了 累積賺760點 起握簡訊怎麼做 有人說 我現在包牌 我起握多空都做 你不要亂講喔 對啊 我不會只做空喔 我先跟你講喔 起握我不會只做空喔 這跟大家講喔 所以邏輯性 方向性 你要聽懂 我要講什麼東西 好不好 好 真的啦 演講上的股票 到現在全部都漲 那你有沒有記得之前是不是對 在演講的時候一堆人留言 你記得那些人留言的時候一開始點閱率很高 那時候直播人數動輒1萬5 1萬6 有沒有看到 結果那些人一直抱怨我以後退出股市 不看我節目 改去看別的老師的節目 OK我都不會怎麼樣 你看摩爾蝦老師的節目 我都很歡迎 好不好 摩爾的分析師我可以做評值保證 可以 摩爾以外我沒有辦法 你看直播人數一少一點點 5000多還是 天翻夜談 一少一點點怎麼樣 結果怎麼樣 結果反而越來越準 期貨多空算賺 多空都賺 對 股票做多 大賺 有 美在逢低我在加碼 我都敢講 好不好 現在越做越順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看直播人數 54.2萬人 有沒有看到 有 訂閱者怎麼現在也變那麼多了 他可能有在跑 增加2000 沒有啦 這不是瞬間增加2000啦 這不是我作弊啦 我們點一下比較實在 好不好 這邊看一下來 看重掃一點 7000多啦 來 可能剛才按晚上晚上 他自己有重掃位置 有那個不是重掃 就是 重新那個 晚頁重新瀏覽一次 來 54.2萬位訂閱者 全台灣有哪個分析師這麼多訂閱 沒有 我們有靠任何電視台幫助我 我沒有耶 我沒有耶 我靠我自己耶 我靠我自己耶 只是靠我自己 按讚一下 我沒再給你 那個好不好 沒再給你胡扯的好不好 記住在校美在AD 真的要記住 要笑他們大 好不好 OK嗎 敢帶齊渡老師 全戰自然沒幾個 齊渡 我要跟你講 賭的成分很高 好不好 你自己參考 好不好 要不要參加隨便你 好不好 Coco好像很緊張 沒有啦 他沒什麼緊張啦 人家上兵的要等 等退休退伍了 好不好 美在賺分的現在獲率超過50% 你在把撲啦 不要來亂啦 美在怎麼可能賺50% 美姊姊嫁給我 你在開什麼玩笑 脖子晃晃的 我就知道你們要問 他們剛剛討論 解析度太好了 解析度太好了 這是那個 痘痘好不好 我這個也是一樣 這是痘痘 這個是這個護唇膏度太多了 好不好 先跟你講 這痘痘 看清楚 沒關係不怕你們怕 好不好 我知道你們會說是不是 是不是什麼唇印啊 還是說那個什麼 Strawberry 對草莓啊 不是痘痘 痘痘 很明顯 不要痘痘 哲哲神 很多網紅 跟分析師都說現在美在 買美在時間不適合 他們 很想答應你 很多人 其實我都沒有平常心 其實利用摩爾的分析師 大家現在來講美在 他們知道有點閱率 我都平常心 反正不要攻擊我 我都不會生氣 攻擊我我也平常心 因為火我最後會賺錢 OK嗎 OK OK 火氣再大 是真的莫名其妙 你 下跌你應該開心 就像37塊台積電你要開心 你為什麼要生氣 我說嘴巴破是火氣大 我說我今天火氣大 也有可能啦 我今天火氣很大 都有 有沒有可能11月不降息 也不太可能 而且我覺得現在數據 有很多是因為選舉的關係 去做的啦 好不好 OK 什麼時候可以搭 蛇蛇救護車 你不要開玩笑 今天不要搭救護車啦 好不好 我已經匯錢啦 我已經匯多少 60萬 我已經匯60萬啦 這個蛇蛇 已經該買救護車 然後最後不買救護車 這個 被人家傳出去 我這輩子不用當分析師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 好不好 台子期突破23050 開始轉錢了 有沒有說 你看我說2萬3千次才是壓力嘛 對不對 我剛剛不是在講嗎 剛講而已嘛 台子期現在漲80點 好險喔 很刺激喔 好不好 所以你看我是選擇權 是教你的 你看我連幾次上教你的 我拜託你 我是真正在股市操作快30年的分析師 你要搞清楚這件事情 這麼多玩友們 每天在督促我 每天在叮我 每天在稱讚我 我都小心翼翼 所以我很平常心 不想看 覺得我不對 沒關係 我問之五愧 我已經真的比很多人都認真在開會 問心無愧 問心無愧 謝謝你 對啊 沒有人像我這樣沒在休息的 我官司福利社 我已經從福利社開業演到現在 五年的時間 我沒有一天禮拜天休息 還要訓練新的老師 你知道我每天這樣很累 所以我 如果少賺一點 因為這樣子今天激動一點 少賺一點 沒有人要參加 少一點參加我會員 我也沒差 我也沒差 可是 很奇怪有時候這樣講反而很多人參加 對 我都很平常心 真的啦 沒時間去花這些錢 如果把這個工作當作興趣 不然把這個工作不想幹啦 做成這樣子還被人家嫌 共勉之啦 好不好 把工作當作興趣你才做得久 好不好 人 我這樣跟大家講 居然既來之之安之 像我這樣子 把這個工作當作興趣你才撐得久 你要知道 人喔 像我昨天去跑步 可能火梯大 昨天跑步 跑步在合體跑 跑了六七公里 跑到累我最愛給他自己衝刺 為什麼 因為我告訴自己 你會發現他會常受的人的時候運動 對 所以有時候 像你現在年輕啦 你早就知道 因為你現在想休息陣子嘛 你久了知道休息久了 你還是覺得人生很無聊 就會想要工作了 真的我是跟你說真的 但是你可以回來摩爾 我歡迎你 不去回來摩爾 我還是祝福你 我是真心說的 那我覺得人就是這樣子 你要 去動 你把一個股票市場當作一個挑戰 很好玩 你正向思考 我有更便宜美債可以買了 我好開心喔 美債不會倒看折角那麼激動 對啊前兩次他敢砸那麼多錢 買了一億多了 他沒在開玩笑的啊 我去上網查 你上網查拜託你查任何人 你有看到我在騙你的嗎 你可能有些人查我績效很好 有人查我績效 那時候不好 可是沒有一個人跟你說 我在超速上騙過你啊 我不屑啊 各位我的股票都有價有量啊 你看一下我的股票啊 投資沒有啊 我每這個騎我能騙你嗎 一個直播就 7000多人了 你找哪個分析師直播的比我多的 喔拜託 分析師你看喔 分析師為什麼有些網紅可能也有 五六千的 因為他們不用負責任啊 他們不用報什麼股票啊 你聽懂嗎 似是似而非啊 不像我這麼有種啊 真的啦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看嘛 我講有價有量 雙黃沒有有價有量 有 賺46%夠不夠 夠 夠不夠 夠 管達賺了快20% 夠不夠 管達你幹嘛中壓啊 敢 你有1000萬敢買1000萬啦 可以 虹海呢 虹海也是一樣嘛 虹海今天雖然小跌也賺200塊了嘛對不對 今天沒有200塊 你要200塊以下趕快買 因為GP200現在都怎麼樣 都已經 出貨完畢了 我想出貨不是主力出貨 我想說 都已經被他訂 都已經銷售一空了 真的 訂單料已經訂滿了 你只能訂2026年的 對 管達當初不是很多人笑我 那你買這個管達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吧 為什麼不買這些股票 所以換句話說 我在演講 跟你講虹海管達可以買 我在演講跟你講 比較中小型股票 可是 還是有價有量喔 還動輒有幾千張甚至三萬張的喔 善權也好 沒錯吧 官聖也好 自勝也好 對 這些股票 溢價也好 有 其實都有時間讓你賺到錢 有沒有看到 對的 都有時間讓你賺到錢 都有時間讓你賺到錢 這些股票真的很誇張 善權最誇張 對 你告訴我有沒有50% 50% 有啦 有啦 差不多49% 50% 最差之前被你罵的 自勝也好 官聖也好 自勝有賺錢 官聖現在也賺錢了 沒有一膽演講送的股票 那你賠錢 沒有 如果你演講 就那一天 用那天8月23號的價格去買的話 用8月23號的價格去買 我要講一下前提 OK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那你要不要還我清白 那這一個月罵我是不是都白罵我 你記不記得前陣子那個演講一陣子 然後股票下去了 不論是一家也好 不論是自勝也好 不論是官聖也好 一堆人在罵我 是 留言都有 那是我的問題啊 你看太短了 就這麼簡單 你懂我意思嗎 懂了 人生看長一點 知道嗎 知道 其我 我跟你講我個性 有風險都一定跟你講 好不好 就美債 我告訴你 他最大風險是匯兌風險 是啊 就這樣子而已 匯兌風險大概8-10% 那你想啊 8-10% 那現在才賠6% 你就賠不住了 你本來就不適合這個股市啊 你本來就不適合這個債市啊 懂嗎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今天蠻激動 可是你看喔 一堆股票站上去的 我們還有什麼股票 偽串啊 我是說 行動是最重要的 偽串為什麼支持他 他跟我一樣嘛 買個一兩億啊 支持他買自己家公司嘛 我買美債嘛 有 是不是 董事長敢買美債 敢買 是不是 敢買自己的股票 一個人啦 好不好 好 這個我都知道 所以 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事情 你要瞭解 你要相信一個人 你投資一家公司 是要相信這個人 主事者 CEO 董事長 在想什麼 才壯點 所以偽串本來就應該噴出去的 你知道嗎 知道了 偽串還會再噴啦 好 還會再噴啦 我創我創 到時候長到130 140 你就說 你好厲害 是不是 來啦 來啦我們今天再給妳看啦 來來看妳看啦 來啦我們給妳看啦 我們可以看那時候啦 我都預告在前面啦 你看沒幾天 拜託妳看長一點好不好 00887 再看一次 好 那時候10月 那時候幾號 10月7號是38.83 對 10月7號是38.83 現在妳不要買 你看喔 我要跟妳講喔 到今天變8塊錢 對不對 對啊 跌了快八成 100萬跌到 剩20萬左右 沒錯吧 沒錯 100萬跌到剩20萬 4天而已 10月7號的事情 10月7號 沒錯吧 我們看一下 10月7號的重播 妳真的覺得我很厲害 我跟妳講看了以後妳會愛上我 最典型來看一下喔 這10月7號沒錯吧 沒錯吧 這一天 10月7號沒錯吧 是的 00887 中概股ETF 我以前料一件事喔 當然有些分析師可能在妳這邊有進出 有可能風高出了 7點好像有些就風高出了 和7點老師出的蠻漂亮 我對股票 對ETF不是對分析師喔 因為有些人可能風高出我不知道 我不會去看每個人操作 可是問題是 如果妳一直在這邊沒有風高出的話 妳就很危險的 我要告訴妳風險在哪裡 妳不用擔心我都已經告訴妳風險在哪裡 妳知道嗎 好 所以妳還是要分析師 10月7號 那時候 38月 對 溢價221 傻瓜才買了 來看一下 典型的 00887B 買的都不知道會不會變87還是87 是吧 不是讓我溢價100%的啦 好誇張啊 永豐中國現在還告訴妳這溢價注意 結果妳今天照展是怎樣 壞掉是不是 妳看喔 38這邊有看到38點 38遠喔 反正10月7號啦好不好 展到壞掉了 展到壞掉有可能 展到壞掉 好啦用看技術線圖就好了啦 妳看啦 欸 欸 欸 妳看暗暫停喔 38塊有沒有看到 對 這裡 然後看到暗暫停喔 看到這邊有沒有罵 同一根啦 我在罵妳喔 這幹嘛買 妳幹嘛看到什麼熱門就買 什麼不熱門什麼點就受不了 難怪妳會賠錢嘛 賞物就這樣子啊 追高沙利啊 看哪邊熱門啊 像美財不熱門的每天罵 每天把他砍掉 你砍到美財然後換最低 然後換最高點股票妳再賠第二次啊 為什麼不下壞利手 真的啦 股票就這樣賺錢而已 都10萬塊起家了 欸我不是富二代 我不是富二代 妳可以去打聽我所有的 國小國中大學同學 我不是富二代 我騎機上來騎了20年了 不是富二代 欸 來我們看一下啦 繼續看啦 我連人家借錢給我都不願意啊 我爸媽跟我 我跟他借錢都不願意不願意啊 我也沒氣他們啦 都不願意啊 所以妳要相信一個 真正實在的能從股市中賺錢男人 好不好來我們看一下 一祝晴天四個自行都那剛剛好啦 剛剛好 是不是 是 一祝晴天啦 一祝晴天 今天三幾% 100 妳想說軟體都壞掉了 永豐自己軟體都壞掉了 116啦 你幾歲喔 預價221喔 我說錯啦 221更扯 5萬塊的東西 221 妳用25 25萬去買 妳神經的嗎 100萬的東西 妳用多少 100萬的東西妳用321萬去買 很有錢喔 妳傻瓜嗎 明天馬上疊給妳看 這招 那美債疊很遜難 妳為什麼買這股票 妳自己買 妳要買很簡單啊 明天倒下來給妳看啊 有什麼差 有沒有看到講啊 有 美債賠個5% 所以妳就受不了 然後現在美債出掉了 然後去換這個 那呢 妳看我罵很兇喔 所以 拜託我真的激動的時候 我是肺腑之言 好不好 平常心 好不好 現在 反正我現在騎貨 無事一身輕嘛 對不對 今天拉起來也沒什麼不好嘛 是不是 這跟大家講啊 拉起來也沒什麼不好 所以哲哲 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來再看一次我們的公額簡訊 來 偽算怎麼樣 幫我唸一下今天 10月14號禮拜一 今天的簡訊 恭喜3231 偽創 股價已經連三漲 再創波段新高 董事長兩個月加碼2億的股票 持續看好他 手上持股 獲利虛報 來 今天喔 台積電如果在法說前 挑戰108年 不是大好是大壞 我比較傾向於 危險還是危險 好不好 因為他已經反應了 你聽懂嗎 法說會錢 不要漲比較好 法說會錢不要漲 法說會比較會漲 沒關係 但是也有可能會漲 因為其實GB200 明年份都賣完了 嚇死我了 可是還是漲太多了 好不好 你不信不信有你 好不好 反正 我也不想要壓 我只覺得有可能 我等方向出來的時候 我騎貨在順勢 你聽懂嗎 或者是突然漲那麼多 我再縫高空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或者說 利多出鏡了 我就縫 就順勢空 反正這個很多人打算 到處來跟你講 所以你騎貨 如果你騎貨的話 你比較喜歡那種刺激的 騎貨生活 你可以來找我 因為你聽到 六連勝了 不像別人 有些人 每天可以做好幾把 還有人叫你 騎貨老師 有些老頭顧的老師 還叫你說 分兩個帳號 一個六連勝 一個六連敗 要幹嘛 是怎麼這樣子 然後每天買最低點 做了30筆 所以每天買最低點 每天做個10筆 真的不誇張 跟詐騙集團沒什麼差別 後來那些都被淘汰了 這就是很實在 有賺就有賺 我老實說你傻啦 真的傻啦 你那時候以為我在亂罵人 跟我現在美債不是一樣嗎 我 今天如果要不是那些人來亂 我美債是很開心的 賠就賠 我可以逢低更低加碼 我買更多 我賺更多 我是真的這個心態 我是覺得那些人亂 我是不是都講很清楚了 什麼時候可以罵我 賣掉賠錢才能罵 賣掉之後賠錢 你在罵我 我想是美債啊 對 我賣掉的時候我是賠錢的你再罵我 我沒有賺1500萬 我就走掉了你再罵我 沒有關係不用 不用什麼賺 賺100萬我也不屑賺了 被你罵成這樣子我一定要賺1500萬 我是認真的 是 我敢講啦 說老實話那個美債也受不到會員 為什麼今天那麼生氣 因為我跟你講我的操作 就如同皇后的徵操 是不容懷疑的 我沒跟你 騙那些東西的不屑 你搞不清楚我現在的心境 我是想把他每一件事做好 我希望我身邊每一個人開心 可是也要信任我的人 不信任我 請慢走 姐姐就這麼拽 我就這麼拽 我也沒有差這些錢 我就這麼拽 好不好 反正我 為什麼 一開始 很多電視台 我也沒有 你去問他們 我姐姐很拽 到時候我都拒絕了 因為我覺得你紅了在找我 當初你們也沒 我講實在話 你沒有看 當初也沒特別捧我 我也沒平常心 我從以前到現在就這麼拽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只要我準 你們至少就會看我的節目 我就這麼拽 我郭主任就是有本事 因為沒有人比我努力 因為我認為我自己是最準的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要不要參加 隨便各位 我是廢福之言 來 廣達 10月14號 禮拜一 念一下 好 今天的簡訊 恭喜2382廣達 股價最高來到285元 再創波段新高 最高已經賺19% 手上十股 獲利虛報 好像是獲利虛報 不好意思我今天激動一點 可是我跟你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 跟那時候0050那樣笑我 然後沒在笑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都先被人家笑 然後到時候我丟那些人 一模一樣 好 雙紅 在練習啊 剛有練過嗎 沒有 沒有 閃了一下 特扣位元的簡訊 10月14號禮拜一 紀念簡訊 恭喜3324雙紅 股價最高來到745元 再創波段新高 最高已經賺46% 手上持股 獲利虛報 獲利虛報 來我們看一下雙紅今天雖然小展 可是有展 可是 平盤了 可是他拉起來很多了 有沒有看到 是拉起來很多 有沒有看到 雙紅這一段有沒有看到 也是很拉得很漂亮 我在8月8那附近買 有沒有看到 一路展賺40幾% 46 46還沒走 你不覺得很奇怪 沒走 動不動 善權也是已經想送股票 也是快50% 哇 都是很強的股票 正要上禮拜有拉起來 今天又跌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筆布已經確定了 不用擔心了 做好多股票 好多股票 去想看為什麼影響標股 都先反敗為善 反敗為善還是正常人生啊 股市不是每天賺錢的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不找最有誠信 最認真的分析師 如果你想清楚了 你覺得整個你講的是對的 哇我去查你的帳號 你真的有進出 我去查你以前沒一集 去查你所有新聞報導 的確 你都敢講在前面 你真的認同的話 你歡迎來電洽訊 080-066-808 或加我LINE 因為現在被提傳太多 我最後一次要呼籲一下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來 我要呼籲的是就是說 記得手機拿紙的以後 怎麼樣點標題 就有連結 有沒有看到 或者手機拿橫的 也可以點選任何螢幕 點選螢幕任何區域 左上角就有標題有沒有看到 點完標題後就會出現這邊的 怎麼樣 連結 就會出現連結就可以加我LINE 好不好以這些LINE為主 其他的 注意一下臉書只要有 然後加進去後 如果 我的LINE 因為有些人會故意用我的大頭貼 我的LINE沒有怎麼樣 沒有 盾牌 然後點照片以後 沒有20萬的粉絲 現在19萬沒有20萬的粉絲 沒有20萬的好友 通通是假的 臉書有贊助的廣告 也是假的 好不好 有贊助的廣告 這邊有贊助 也是假的 好不好 不論對我做一切 一切意外傳訊片 去想看你家整個粉絲 也預祝各位能夠 賺 大 錢 祝各位成為債事英雄 然後股市股神 好不好 祝大家能夠賺大錢 相信者則 增加存責 謝謝貴 想要跟上我們的操作獲利 像我們的期貨會員一樣 連六勝 或是我們股票一直漲46% 都還沒有走 想要這樣的獲利 趕快加入我們行列 電話撥打 0800 66808 0800 66808 我們等大家 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都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LINE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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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制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